每每5个中俄无法击沉每航母的理由,每网友,10分钟就会被击沉。 对于美军的对手来说,击沉任何一艘美军航母都是非凡的成就。 这对于美军来说,每沉没一艘航母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。 正因为如此,美军的对手都在研究如何击沉美军航母的战术战法和新型武器。 中国同俄罗斯都研发出不少航母杀手,特别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反舰弹导飞弹,其中东风-21D是进行了海上,打靶式射并成功击沉把船的超级武器。 美国媒体报道称,美军价值100亿美元的航母配备5000名海军士兵,同其12架高性能战机,以及价值100多亿美元的驱逐舰和巡洋舰,但是不使用核武打击。 第一,要实现击沉美军航母的可能性近乎伟零。 资料图,DF-21。美国人为何这么自信?美美罗列了五个理由。 其一,美军航母的移动速度非常快,可达到35节的时速,在被发现后,航母快速移动30分钟,对方要追踪航母的范围将达到2401平方公里的范围,这是很难做到的。 其二,航母战斗群有强大的防空系统,包括先进的雷达预警系统,预警机,防空飞弹,以及每秒发射50发子弹的加特林机枪。 想要突破这些防御系统非常艰难。 其三,美军航母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,而是航母战斗群的一部分,其中包括了多艘宙斯盾舰还有攻击和潜艇,整个战斗群的攻击能力能够快速地消灭对手的攻击系统。 资料图,美军航母。 其四,美军丰富航母作战经验,美军航母一般情况下不会射入危险的海域,这让它的对手很难找到攻击的机会。 其五,新技术加入航母战斗群,包括隐身战机,先进舰载干扰系统以及新的火力控制系统,新技术可以让航母战斗群快速地应对威胁并迷惑对手。 不过,美国网友对美国媒体的分析并不认同,他们甚至讥笑美国媒体自欺欺人,并讽刺道,美军航母只不过是为五千名男女官兵定制的一栋棺材,浪费纳税人的上百亿美元,对付中俄毫无用处,只能欺负一些小郭。 现实的情况是,中国卫星已实现了实时定位,即使跑得再快也无法逃脱跟踪,而高超音速弹头让所有的防空预警系统来不及反应, 美军的航母使用经验可能告诉他们,将航母停靠在美国西海岸的港口时安全的,但是这有什么用?